她是整个村庄的一类 一出生就是一头白发 不仅皮肤发白瞳孔淡化 更恐怖的是只要被阳光照射 脸上便会出现阴暗的黑斑 还会伴随着头晕脑胀 导致她只能生活在黑暗中 而病因的发作其实与日全时有关 当时母亲在怀她时 碰见了与日全时相似的景观 不过却是在夜晚 被遮住的也是月亮 这种现象被称为伟月时 是时日的亚种名叫时月 如果孕妇受到伟月时的光照射 婴儿便会失去色素 出生后照到日光就会形成烧伤的斑 而这还只是日全时造成的影响之一 如今根据虫师们的推测 几百年一次的日全时即将再次出现 虫子们会趁机发生动乱 像少女这样受影响的人会层出不穷 因为大多数虫喜好日食妖光 借此增强力量 所以受虫气影响的人也会变多 虫师们必须做好防范 话也提前联系英谷 对村民们下达防范要求 让他们尽量不要关卡 并得到英谷的药物支援 但由小姐翻看点击 得知日全时会引发的几种病症 其一虫柱的发生 是虫群聚于一处呈现出柱状的模样 人不宜在此处逗留 否则会被虫气伤害 虫柱一般会在日识后不久消散 若有聚而不散的 便要举行送虫仪式 其二位光者 他们是被日识中的夜阴附身 在日识出现后开始畏惧阳光的人 需要添加三成的驱虫药消除病症 其三不眠者 除了阴看日识时间过长而双眼自伤外 还会在日落后出现久久无法散去的眩晕感 导致无法入眠的人 用光脉的光或者虫所产生的光 持续照射可以治疗 其次消失者 日识后不见踪影的人 仅限于天生可以看见虫的人 因受虫的诱惑与虫一同引入山中 但会在高处险行 不过有些人险行后常人也无法看见 若他现身可以动之以请领他归家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否则会再度归山 但为归家的人依旧很多 在做好防护后日全是如期而止 渔村所在地由于有大物的遮挡 导致村民们受到的影响不大 大家都围在海边观看这一器官 还有孩子发现有许多虫在向太阳飞去 可一直想见识虫的话影 却什么都没有看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日全时的影子也蔓延至岛国各地 仿佛夜晚一般 不久后渔村恢复正常 可银谷负责的地方 却发生恐怖的虫种 时日虫们冲天而起 不断朝着太阳汇聚 让阳光被再次遮挡 银谷告诉当地的村民 时日虫将其他小型的虫聚集起来 使它们不断繁殖 从而产生阴影 它们平时会藏在地下 只有在日时才会分离成河与根 想要消灭深上高空的河 就得找到埋藏在地下的根 只有根受到阳光的照射 日时虫才会消散 通过调查银谷确定 根就在这个村庄的附近 不过需要村民们去挖掘 与平时不一样的地方 才有可能找到根 可大家找了一天依旧没有收获 心中的不安与躁动也逐渐爆发 毕竟阳光再不出现 庄稼就会颗粒无收 这个冬天能否熬过去都成问题 银谷理解他们的情绪 从未消失过的物品突然消失后 人都会出现不安 可又有什么东西 能够代替人类赖以生存的太阳吗 不久后银谷在抽查时 撞见了那位白发少女 通过与他父亲的交谈 银谷得知少女的病情与名字 银谷猜测少女日和的病因 很有可能是时日重造成的 但他也没有具体的办法 父亲好奇异母同胞的妹妹日向 为什么没有任何问题 银谷推断应该是在腹中时 姐姐替妹妹挡住光线的缘故 得知真相的姐妹 心态产生了不同的变化 妹妹很感谢姐姐的保护 可姐姐却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她要成为遭罪的人 她也想像妹妹一样能去外面玩 而不是整日待在家中只有玩偶作伴 小时候的妹妹察觉到姐姐的情绪 她外出时会抓来蝴蝶与花朵 然后带回家给姐姐欣赏 与她一同享受人间的美好 她还发现一个开满着花朵的地方 并打算挑个没什么阳光的日子 带着姐姐前去 不久后阴天到来 趁着阳光被乌云笼罩 两姐妹朝着秘密基地出发 可刚到半山腰日和就开始投婚 黑斑也在脸上浮现 回家后妹妹受到父亲的严厉指责 让她日后别再鼓动姐姐出去 不然只能让姐姐徒增烦恼 后来日和在妹妹的照顾下逐渐康复 可妹妹对花海的事却绝口不提 这天小伙伴们来找妹妹玩耍 可妹妹顾及姐姐的感受拒绝了她们 决定留在屋中陪伴姐姐 但日和却认为妹妹是在可怜自己 她不需要同情 更不想妹妹因为她而欺骗自己内心 听到这番话妹妹十分委屈 她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 日和说出当初只要和她换换位置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 但这种事又岂是日向能够决定的 日和让妹妹不要出现在她的眼前 看到对方她就会羡慕 能够去外面玩耍的机会 面对姐姐的指责妹妹从未有过抱怨 依旧默默地陪伴她时至今日 这时银谷答应日和的父亲会想办法为其治病 但作为交换她和日向都要出去帮忙寻找根 所以需要日和独自留在家中 父亲与妹妹的内心有些愧疚 但两人的付出也都是为了日和 可在他们出门后日和却偷偷溜了出去 体会在溪水中的打闹与鸟的歌声 别人会因为照不到阳光而情绪低缠 但这却是她难得的机会 现在的人们终于能理解她的情绪了 所以她希望日全时永远不要消失 随后她根据小时候的记忆再次爬上山坡 可意外却突然降临 她不小心摔倒从山坡滑落 然而等她再次醒来时 却看到了妹妹描述的那片花海 大片发着光亮的花 瞬间吸引她的目光 但她觉得还是要和妹妹一起来看才有意思 回去后日和正好撞见银谷 银谷本想指责一下她 可看到她手中的花后却大吃一惊 这花诞生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埋藏着食日虫的根 可日和却并不打算告诉银谷 银谷告诉她放任食日虫不管 影子只会越来越大 阴影覆盖的范围也会跟着扩大 被虫占领的土地会逐渐蔓延 可日和认为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银谷劝解日和 其实她和普通人没有区别 虽然不能受阳光照舍 但也会吃食物 所以无论她多么讨厌阳光 也依旧在享受阳光的恩惠 她的人生其实和时日虫相似 时日虫只能在日式下出来 其他时间都只能潜藏在地底 明明是不需要日光 常年生活在黑暗中的虫子 可依旧选择钻出地面 不是正好说明 他们也离不开日光吗 眼睛的部分照到日光就会消失 核的部分聚集虫子制造阴影 一边保护眼睛一边沐浴阳光 所以之前的日和也同样幸福 只是她没有认真体会而已 但她放任食日虫不管的话 今后就只能待在那间封闭的房间中 仅存的微光也会被黑暗夺走 与此同时妹妹日向正独自在河边思考着 银谷的话语姐姐谩骂 心中的愧疚也越发严重 或者她才是该消失的人 就在她出神时虫子趁虚而入 将她引入黑暗 察觉到日向失踪后 银谷二人前去询问日和是否知道情况 毕竟日和也是能看到虫的人 可日和却认为这跟她没有什么关系 银谷与父亲只能出门寻找 可依旧是毫无收获 看到久久未归的重量 日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心中的担忧再也无法压制 她冲出门开始寻找 毕竟她从未真正想过要妹妹消失 在路过田间时她听到村民感叹 总以为太阳会理所当然的每天升起 可直到失去后才知道珍惜 这时的日和终于明白 原来妹妹一直是她黑暗世界中的太阳 她猜测妹妹很有可能就在花海 于是再次返回 果然在花海中发现妹妹的身影 看到神情呆滞的妹妹 日和流着眼泪不断道歉 只求妹妹能变回小时候开朗又温柔的模样 最后她带着日向回来 银谷发现此时的日向已经开始透明 但问题并不严重 只要解决完日全时 虫子的力量就会减薄 再不断陪日向说话 她就能逐渐恢复 这一次日和不再犹豫 果断说出花海的位置 通过众人的挖掘 在地下发现如同泥浆斑的虫根 银谷当即下令 让众人将其挖出 并用筒车将他们运往阳光能够照射的地上 听此大家万众一心 哪怕汗如雨下也推着车不断前进 与扩散的影子做起赛跑 黄天不负有心人 众人终于来到阳光下 在盖子揭开的一瞬间 虫根便开始消散 不自禁地跑出去 可奇怪的是这次她并没有发病 回来的银谷推测 日时发散出来的光对常人有害 但对受到月时影响的人 却有治疗效果 而日和的头顶也出现一抹黑光 正是色素在恢复的迹象 本来银谷打算用日时的和碎片为日和治疗 该物品具有活化生命的强大力量 但眼下却可以用到妹妹身上 谁知却被日向主动拒绝 看到她能对他们的对话做出反应 银谷推测她的病情也不算严重 不久后便会康复 日和也向二人承诺 在妹妹康复前她会一直陪伴对方 这次就换她来做妹妹的太阳 很快银谷来到渔村与华也碰面 试问她村子的情况 可村中已经有人生病 华也还吐槽她的药物没有作用 但银谷却不信 毕竟有过相同病例不可能出现意外 结果询问后才得知 华也这家伙根本没有看药物的使用说明 为了挽回面子 她急忙前去给村民治病 并让银谷等着她 可银谷却赶着回去给但幽复复命 并没有停留 但收到信件的但幽却深知银谷的本性 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是见不到银谷的 此时在田野间刚刚睡醒的银谷 正在心中默念 今天可别再发生奇怪的事 妥妥的打工人心死无疑